台湾韓国双方买卖家进行产品洽谈采购 韩国贸易协会带领了35家韩国业者来台进行进出口洽谈会 包括食品、美妆保养、宠物用品等产品都在列 台韩两国在2022年双边贸易达到了564亿美元 相较2021年成长了12% 韩国是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 台湾则是韩国第六大贸易伙伴 韩国贸易协会团由常务副会长郑婉基亲自率领来台 也在周二和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预期从明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到两次的商业媒合会 在食品、观光、美容、美妆等产业进行交流 郑婉基认为台韩消费品贸易具有相当大的合作商机 同时他对于台湾消费及半导体产业感兴趣 也透露在周二下午拜访联发科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、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暂为阶员 判成榜 公主